孟子旁通第三十二讲奉格隆楼与李后主 南怀锦讲述 检讨了这几个内座色荒 外座秦荒 甘酒试音 俊与雕墙的皇帝 贪想园林之乐的结果 我们更想到一位极有诗才的末代皇帝 李后主被俘后的诗 江南江北旧家乡 四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围巾冷落 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龙远秀绸千片 与打孤舟类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闲作戏思量 又另一阙词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的山河 凤阁龙楼莲消汉 玉树穷之作烟螺 基层时干戈 一旦归位尘鲁 沈腰攀殡消磨 最是仓皇祠庙日 叫房游奏别离歌 挥泪对公俄 写来字字是泪 句句是血 而当时那些 无愿公为广陵台殿 以及凤阁龙楼等等的 昔日繁华 却不能与民同乐 可现没有共有 共享的社会福利 是不会长久的 独乐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国家 当时统治阶层的奢靡状况 也是如此 甚至还要更厉害 西方国家 共有共享的社会福利制度 民主自由的思想 那还是十四世 继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事 距今不过几百年而已 从这些历史事实 以及礼后主的诗词中 我们可以知道 孟子所说的贤者而厚乐此 不贤者虽有此不乐的两句话 不但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此 即使一个家庭的兴衰 每一个人的成败 也都是如此 尽管是做了庞大的事业 拥有千万美金 如果默有中心思想 默有建立起一个道德标准 作为自己立身处事的基础 也是莫有用的 因为这些有形的财富 只是暂时属于你的 而不是真正为你所有的 当你到了眼镜一闭 两腿一伸的时候 一块钱也不是你的了 这也就是孟子说的 贤者而厚乐此 不贤者虽有此不乐 再说物质环境好 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快乐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并不是绝对的 固然物质环境的好坏 可以影响到人的心情与思想 但有高度精神修养的人 同样的能够以自己的心 去转变环境的 如孔子说言回 闲灾 回也 一丹石 一瓢瓶 再露像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回也 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 并不因为物质环境的影响 而有所改变 如果没有中心思想 莫有立身处式的道德标准 和这一些精神的修养 纵然有再多的财富 再好的物质环境 而他的心理上 并不会快乐的 前面我们所举历史上那几个君主的史实 固然是很好的例证 我们如果在从现代西方国家的精神病学家或心理病学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 也可以获得证实 虽有台池鸟兽 岂能独乐哉 梁慧王曰 寡人之于国也 尽心焉而已 河内兄 则以其民于河东 以其肃于河内 河东兄亦然 查邻国之政 无辱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 孟子对曰 王好战 请以战狱 田然谷之 兵刃即皆 弃甲夜兵而走 或百步而后止 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孝百步 则何如 曰 不可 之不百步而 是亦走也 曰 王如之此 则无望民之多于林国也 不为农时 谷不可胜时也 树谷不入乌池 鱼鳖不可胜时也 辅今以时入山林 财目不可胜用也 古语鱼鳖不可胜时 财目不可胜用 事使民养生丧死无汉也 养生丧死无汉 王道之时也 五母之宅 树之以丧 五十者可以依搏以 鸡屯苟至之处 五十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以 百亩之田 悟夺其食 树口之家 可以无稽以 谨详续之教 深知以孝替之意 斑白者不负待于道路矣 七十者依搏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亡者 为之有也 苟至食人食 而不知减 徒有恶福而不知发 人死 则曰 非我也 遂也是何意 于此人而杀之 曰 非我也 兵也亡无遂罪 思天下之民之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tense 甜点 爹 浴生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